中文字幕 李宗盛 做董事一開始 派在嬰兒子、唐紫棋 就像以美麗的嬰兒子 讓現場的氣氛是相當的輕鬆 法務部在今年是安排了一連串的下鄉現場 希望這處 可以求我參民眾志願的關係 在馬英九總統主席後的頭一架 就先來到第三項思法保護基點的自然教 而且基本上一項做董事 來聽聽鄉親的意見 過去我們法務部對外界接觸不多 也因此對民間有一些看法意見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的聽到 也因此我們安排要到下鄉 現場民眾也將對自己心臟的問題一起想法 都在會中意義提出 來向法務部長 我們這個地方的中意 今年剛才第一次下鄉 下鄉下鄉要來聽我們這個民情 那這個為什麼來我們志南京這裡 因為我們志南京這裡有設置一個祭典 所以祭典就是一些人對法務有問題 或是有需要和務部幫忙 用來這個祭典這裡 還有全人在服務 再來就是一些所生人 就是義工 大概目前有十幾個二十個在這裡做 所以部長也來關心這裡 在這裡我也感謝部長對地方的關心 法務部長長雄虎表示 占對今天各鄉親的建議 最主要也是當特品 以及酒後開車上都不分 是不是要加當憲法 也將會作為日後市場的參加 確實現在社會比較亂象多的 就是毒品跟酒類 酒駕的問題 那我們聽他們的意見之後 可以對我們未來掃毒跟酒駕 是不是要加重刑法 這邊做政策的參考研究 長雄虎部長共町 法務部除了台北犯罪以外 應該要了解敏感的口罪 只有志近民眾了解民意 才有辦法典型法務部 正義以及關懷的市場理念 繼續剩下的採訪報道